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中国官方公布最新武汉肺炎疫情的统计 昨天一天就新增了3887例的确诊 目前的境内确诊人数突破2万 来到了24324人 死亡人数490人 逼近了500人大关 为了更有效的防堵疫情 封城模式未为风潮 现在包括南京、宁波跟哈尔滨等九大城市 也决定实施所谓的封闭式管理 而到中午为止 越来越多城市响应 总共已经有30座城市采取人流管制 并且关闭非生活必须的公共场所 进入了半封城状态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紧绷 封闭式管理正夯 大陆各大城市纷纷采行 南京、宁波、福州、哈尔滨等城市 4号深夜将继发布通告 实施封闭式管理 中国大城市的绝大部分社区 已经进入封闭式或者接近封闭式的管理 包括非小区居民不得进入 快递人员实行无接触配送等等 这将杭州在4号发布10项防控措施 对全市内所有村庄、小区及单位 实施全封闭式管理 这跟武汉的封城情况不同 主要为了防范疫情输入 宣布进入封城模式的 还有河南郑州、山东淋漪等 这些城市虽然没有完全达到 关闭交通的程度 但都已开始封闭式管理 新统办封城的封闭式管理 规定每户家庭每两天 可派一个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河南的筑马店是更严格 规定每一户每五天 只能派一人出门采买 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虽没宣布封城或半封城 但大多数的社区 都已自主实施封闭式管理 大陆网友疯传福建近江 有个男子害人不浅 他染上武汉肺炎 每居家隔离还大肆参加亲友宴会 这名男子被称为毒王 是超级传播者 从武汉回乡参加上千人的宴席 导致四千多人因此遭到居家隔离 还害七个人确诊感染 我们专门开通了专机运送国内外的捐种物资 为了因应越来越多城市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 等于半封城 北京中央已经紧急调派货运专机 空运大批民生物资到这些城市 让当地居民虽然全境封锁 也能衣食无余 一起度过防疫难关 杨正平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